运动方面的消息来看到风源国中的柔道角力队 日前参加了2023泰国国际柔道锦标赛 拿下了一金一银的成绩 回国之后这天有教练带队来到风源慈禧宫向妈祖还原 对于家乡学子拿下游艺的表现 风源慈禧宫的管委会和顾问团 也制造了奖学金和角力金 希望选手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在风源国中柔道找力队教练带领下 两位得奖选手回到风源慈禧宫向妈祖答谢还原 因为日前参加2023年泰国国际柔道锦标赛 徐建安拿下男子组第九级冠军 而游杰军荣获男子组第十级亚军 一金一银成绩在国际14个国家中脱颖而出 相当难得 比赛的时候怕被别人抓到 然后尽力想要用力去摔 教员跟我们讲 愤怒可以带给自己很多力量 然后赢了很多场 让我有了第二名 在紧张的时候 当然需要一个精神支柱 那没想到精神支柱就一定会想到风源慈禧宫的妈祖 对因为之前有来这边拜过 然后还蛮灵验的 才到现场才发现 哇原来许多国家都是以国家队的身份 的资格来参与这次的赛事 然后当时心想 我们就先来吸取个经验嘛 然后因为许建安选手跟游杰军选手 目前都是我们台中市的重点栽培选手 校方表示这两位选手本身就是台中市重点栽培对象 这次利用国际赛累积实力和经验 没想到一战成名 除了感谢妈祖庇佑 也谢谢慈祭公长年支持 而这次获奖庙方也捐赠了一笔奖学金和队伍发展奖励金 希望风源国中柔道角力队能够继续加油努力 这些都是拼骨的孩子 是单亲家庭 所以他们这次得奖会来 再参加总统杯比赛还得两金两银一桶 所以这些还是很值得鼓励 三级的选手培训开始 我们市府也大量投入相关的一个取奖金跟培职的经费 我觉得选手就是从小要培养到大 无论是在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之后 希望返乡服务来当我们的一个教练 收到消息之后 台中市教育局长这天也代表市长前来慰问和勉励 表示市府对于优秀的体育选手 有一连串的扶植计划与扎根工作 希望透过政府与民间的力量 培育更多优秀的体育人才 为国争光